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719集 实在是这片石柱群太辽阔 这么长的时间 众人经过的石柱群起码有数千个了 商无忌若是第一次来 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而且如此的笃定 除非是他先前已经来过 又或者说物以门的高手传递在讯息中 并非是安全的路线 而是如何行走的方法 秦辰仔细观察着路过的四周 这些石柱已经有不少锻炼 或者是崩塌了 沿着破损的石柱行走 就不会激发发尘 而且必须保证 四周方圆十米之内 起码有三根破损的石柱 走了半天 秦辰终于是看出了一些门道 难怪商无忌能走得如此自如 秦辰笑了笑 并非是他记住了路线 而是找到了行走的方法 了然之后 秦辰看了看身后 赫然发现 魏星光和月中奎也在暗中打量着四周 眼眸中精芒闪烁 看来这两人看似粗犷 实则也是心细如发 并未是一味跟随着 亦是在寻找行走于石柱间的方法 石柱群再大 也是有极限的 众人跟在商无忌的后面 七拐八拐的 有时绕一个大圈 总算是通过了整个的石柱群 来到了一片虽然残破 但是却异常宏伟的拱门前 这片拱门十分的巨大 赫然有上百米高 商无忌呢 显然是对此有所了解 解释道 这就是一忌的真正入口 不过我得到讯息上面说 此拱门有古怪的禁止 必须打破了才能进去 而且打破之后 呈现的通道每一次进入的方法都不同 会进入到这片遗迹不同的地方 还有这事 众人有些紧张 又有些期待 紧张的是 如果进入的通道不同 岂不是要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吗 比如之前的石柱群 若非有先人的经验 他们根本就进不去 而期待的又是 先前的通道已经有人走过了 即便是有宝物 也已经被取走了 他们若是进入一条全新的通道 自然能够得到别的宝物 商兄 你说吧 咱们要怎么做 有了石柱群的经验 大家对商无忌 也就多了一分信任 传闻 这石门上面的禁止 会根据每个人的力量不同 而推算出不同的结果 只要是所有人进攻结束 拱门自然打开 不如我们一同出手一次 何力破开之禁止 这一次还是我先来如何 商无忌道 众人自然没意义 商无忌上前 体内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木的一掌拍了上去 拱门猛的一阵 受力之后 上面竟然是浮现出了一道道黑色的禁止 很快又灭了下来 下一个 商无忌退了下来 同时告起了 主位 还请全力出手 因为据说紫拱门会根据我们的实力和力量属性 来判断通道中宝物的强弱 千万可不能藏着呀 还有这种事啊 众人对视了一眼 魏星光和岳中奎并未第一时间上前 这一次 秦晨也没有着急动手 最终先看雾隐门的武皇出手 伴随着众人一次次的出手 那拱门上面果然亮起了一道道的禁止图案 每一道禁止图案都不相同 并且啊 实力越强的攻击 图案也愈发的深邃完整 像极了商无忌所说的 会记录众人的力量属性和实力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秦晨心中 总有一丝不舒服的感觉 陈上 这地方气息太古怪了 让人十分不舒服 这是 幽谦雪的 嗯 会有这种感觉 的确有些不舒服 姬如月和陈思思也都等 秦晨惊讶的 没想到 幽谦雪他们也有这种感觉 三位 此地十分古怪 并且不知腐朽了多久 空间十分的浑重 有些不舒服 实属正常 若是几位害怕的话 大可靠近本黄一些 本黄跑车 一定会保护好几位的 一名天桥武皇顿时傲然说的 做出了自以为潇洒的身体 且不说幽谦雪三人貌美如花 个个如同天仙一般 光是三人的身份地位 也足以令他们神魂颠倒 为之痴迷 自然是到处都要寻找机会的 事实上 先前不少人也曾搭讪三人 只是幽谦雪三人不曾理会吧 这一次 结果自然也一样 哼 这三人 还是来自执法殿的呢 什么眼光啊 居然宁愿跟着一个 夏思雨的贱民 也不知道看我等一眼 这论财情论天赋 难道我等还比不上 一个夏思雨的贱民了 几个人愤恨不已 当然 也只是心中暗自想想 嘴里啊 却是不敢说的 还要露出自以为温柔的笑容 保持自己的形象 对于别人怎么揣度自己 秦辰也懒得理会 他在意的 还是幽谦雪三人所说的内容 幽谦雪乃是冰雪神体 陈思思是天生魅体 而姬如月呢 也有月光神体 都是属于天生体质 都和自己一样 感到不舒服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过会儿你们出手的时候 记得保留一些实力 秦辰暗自告诫道 幽谦雪三人点了点头 很快轮到他们了 碰 幽谦雪第一个出手 一剑斩出 剑光暴涨 在拱门上留下了一个晦色的图纹 众人倒歇了一口凉气 一剑而已 形成的波动 却仅次于商无忌等三大后期武皇 让其他的武皇感到了有些自卑 接着便是姬如月 波动和幽谦雪差不多 陈思思也一样 然后就是秦晨 随手的一掌 比姬如月三人要弱一些 只是比其他人 绝大多数中期巅峰的武皇 都要强上那么一丝丝 哼 小白脸 众人只看到了秦晨的波动 弱于姬如月三人 不知道何人吃笑了一声 秦晨不以为意 退到了一旁 最后是骷髅舵主 他一掌拍出 速度之快 让人侧目 轰隆一声 拱门震动 浮现出了一个比商无忌三人 还要隐约大上一份的图案 让众人不由得凛人 当骷髅舵主的图案消失之后 拱门瞬间打开 露出了一个通道 还真是如此 众人惊讶 看笑了商无忌 先前商无忌说 每人一掌之后 拱门自然会打开 众人还有些疑惑 毕竟正常的禁止 必须强力地破开 才会打开的 谁知道 这竟然是真的 秦晨也是看了一眼商无忌 不得不说 这雾引门的高手 还真是有些手的 居然将这宫殿的遗迹 了解得如此清楚 令人刮目相看 若非有顶级的机关高人 或者是禁止高手 阵法高手一类的存在 是绝对不可能 做到这一点 只来过一次 就分析出这么多东西 走吧 进去吧 商无忌领着众人 顺着石门掠入 就在众人 全部进去的那一刻 拱门已然再度落下 光滑内敛 从外面看 没有任何的一样 大家小心了啊 到了这里 我也没有什么讯息了 不过 根据我雾引门高手的传讯呢 这里面应该不会有太多危险 大家主要是寻找 类似于石室一类的 极有可能会有宝物存在啊 商无忌道 这一次 他也没有了经验 显得有些紧张 让厂商的气息 莫名地绷起来 遗迹很是残破 里面的建筑 东倒西歪的 有些地方呢 地面塌陷 里面黑气滚滚 深不可测 看一眼 都会令人觉得 头昏眼花 也不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过 什么事情 秦晨用灵魂力量 去感应着 隐约地 感受到了一丝 邪煞的气息 并且 灵魂之力 竟然传来 嘶嘶的刺头 脑海中 立马生出了 幻象和不好的念头 有些类似于诅咒 此地不详 秦晨传音 给幽谦雪三人 让他们时刻提防 主人 刚才此地 似乎有一道 模糊的黑影 一闪而过了 骷髅舵主也道 有黑影 秦晨里然 但是 他凝视了四周半天 却未发现一样 依旧是不敢大意 骷髅舵主乃是一模族人 在此地的感知远比他还要密人 更何况 对方的灵魂之力也是十分可怕的 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既来之 责安之宝 一路走来 还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但是 秦晨不相信此地会这么平静 飘渺宫和那群黑衣人 必然会在一界的深处 有某种目的 唯有继续深入 才能窥探出一些端倪 秦晨虽然警惕 但是也不是那种过分担忧的人 沿着可走的通道 众人这边走走 那边走走 很快地来到了建筑群的深处 深处是一条回廊 回廊两旁的柱子上 有着巨大的浮雕 浮雕很是奇怪 都是造型各异的古怪虫类 雕刻得十分的逼真 栩栩如生 一双双的眼瞳 就是如同血黑色的宝石一般 和石柱有着本质的区别 哼 又是这些臭臭 一名武皇冷哼了一声 有些厌恶地说的 自从通过彩虹桥来到了这片大陆 他们就遇到了不少的怪虫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甚至陨落了许多的乌者 这些虫兽 似乎是被当成了图腾 供奉在上面的 也不知道此地究竟是什么地方 竟然有人供奉这些虫兽 难道我们天武大陆远古时期 并非是血兽和人族占领天下 而是这些虫兽吗 魏星光冷笑了一声 很多人并不知道 此地乃是一模大陆 还以为只是骨鱼界中 隐藏的一个天武大陆的远古秘境 回廊呢 是相当的长 物知不觉间 众人来到了回廊的中央 咔嚓一声 细微的声音传出 什么声音 魏星光停下了脚步 小心 走在后面的几个人抬起头 看到魏星光右侧的石柱上的虫兽图腾 竟然睁开了眼睛 轰光拍胜 轰隆一声 虫兽图腾 从石柱上跳了下来 先知如同利刃 化作了双刀 一刀 劈向了魏星光的头颅 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了 这只双刀虫兽 好像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凭空出现在了魏星光的上方 魏星光并不是小角色 好歹也是古方教的顶级强者 进入到古鱼界前 便是后期级别的武皇 如今两年过去 一身修为早已经是可怕至极 说是迟那是快 魏星光的身体微晃 在原地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残像 双刀虫兽一刀劈了下来 残像一分为二 瞬间涣散 敢打本皇的周夜 魏星光怒吼 反手一刀站住 咔嚓一声 刀光斩在了那虫兽的身上 顿时崩出了无数的碎势 半个身子都快被斩断了 这虫兽栩栩如生 可是竟然像是 岩石智商的傀儡一般 虫兽被砍中了一刀 却是不以为意 晃动着要快要断裂的身躯 继续斩杀而来 快走 商巫技经验丰富 一眼就看出 这虫兽傀儡的实力 已经相当于普通的后级武皇 魏星光能误拒 是因为他实力高潮 但是 回廊上的虫兽图腾 何止数十 达到几百之数 他们一群人面对着 数百虫兽傀儡 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魏星光画音刚落 回廊上的虫兽傀儡 一个个的都复活了 纷纷地跳下来 把回廊挤得水泄不通 上天无路 秦城灰剑 斩飞了一个虫兽 对方身上的实质 几乎十分的坚硬 只是裂开了一道剑痕 比起真正的虫兽 也是不遑多让 更关键的是 这些实质的傀儡 根本就不惧怕 一魔族的魔器 也就是骷髅剁主的优势 在这里完全发挥不出来 自己对付虫兽的优势 也被削弱了一半 走啊 我靠这么多 插眼的功夫 众人就被数百只 虫兽傀儡给包围了 这是什么场景 无人不变色 每个人都惊计 众人顾不得和虫兽傀儡 硬拼 一路狂奔着 拦路的虫兽傀儡 一个个被先飞出去 开辟出了一条 仅供一人通行的通道 大家跟着我 杀出去 这些虫兽傀儡 应该只能在回廊中行动 只要冲出这里 便能活下来了 山无忌大鹤 走在最前面 强势出手 一只只虫兽 被他震飞开来 纷纷后退 每个人都在强势出手 不敢有丝毫的答应 这可是数百头的虫兽 一旦被包围住 根本就无人能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被斩成碎片 如何能不恐惧 先前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如今乍以遇到 足以令众人团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有闻人团灯 最后发生了